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陈寅投资密码 步入第二季之后呢 突然之间原本好像熄火的美中贸易战的话呢 又开始爆发了 那么大家都来想说 到底美中贸易战 这是一个歹系托棚啊 还是说呢 它会有什么出乎意料人之外的结局 毕竟川普的动作是难以预测 同时呢 中国的反击的话 也是相当的强劲 那接下来就从呢 我为各位朋友所收集到的资料 然后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 首先的话我们讲说美中贸易战 这一次的话 我先跟大家报告这个结论 这结论就是说现在呢 基本上是还在谈判 没有破局 但没有结果 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啦 但是呢 豪嘉债是什么 豪嘉债就是说双方没有翻脸 只是互相拿一个枪 但是还没有 所以重点还没有 那市场上担心呢 大家会擦枪走火嘛 我把它分成三种的这个版本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三种版本是什么呢 就分别是比较乐观的可能性 再下来是比较中性的可能性 再下来是一个悲观的可能性 那么但是呢大家知道说 乐观可能性发展的发就是成功的几率大概有 有多少呢 我个人预估呢应该是10到20个percent了 换言之啊其实不高了 那悲观的话呢 它的可能性 这个悲观的可能性发挥的发展成的几率的话 基本上可能会比乐观还在低一点 也就是说可能十几个percent甚至于是个位数 这叫全面开战 因此差不多是中性 中性的话成功的几率可能是超过五成 但是到底什么叫乐观 什么叫中性 什么叫悲观 这就下来要为各位朋友呢 好来分析的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乐观的话呢 就是双方握手言和股市续涨 那握手言和的话 大家讲说去年底不就握过一次手了吗 搞半天今年初是涨假的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就说呢 因为去年底的话叫做暂时休兵啊 那真正的协议的话是在今年的话才在谈 那现在呢如果是乐观的话就说 谈谈谈 终于谈出一个结果出来了 谈出结果出来的时候 双方就签这个协议 那这个协议的话呢 就能够保住 就能够让整个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呢 大家的放心 放心的话股市都谈生起来 所以我们讲说握手言和股市续涨 不过如果各位还记得 我刚刚跟大家讲说这个几率好像不高呢 为什么不高 原因是这样 因为双方的增结点的话呢 好像美国在讲 美国认为就是说的是 中国想要把部分的协议 推翻重新谈判 那中国的这个看法的话 是觉得说美国步步进逼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双方在某些增结点的话 比如说像是制裁权的部分啦 那比如说像是技术旅转的部分啦 那么这些呢到现在为止的话 还没有获得一个解决 那这个也是双方的话可以说争持不下的 所以我预期就是肉观版几率是不高啦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下一个的话就是修兵在意 好这叫中性了 就得像去年底一样啦 好啦你也谈不出来 我也谈不出来 但是呢 我们也都不想发展成战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有可能跟去年底一样 我们再定一个时间点 那这次可能是三到六个月 比如说六月底 谈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定一个时间点 大家呢修兵修到什么时候呢 可能是修到年底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叫修兵在意 那股市的话 大家就重新的恢复活力 但是走起来还是战战兢兢 没有说肉观版一样 就说签了一个真正的协议的话 这么放心啦 只能够说又有几个月的一个融景 好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 下一个就悲观咯 悲观就什么呢 全面开战了 你不开心我不开心 大家都不开心 所以你提高关税我提高关税 那大家讲说 美国后面的三千两百五十亿美金的话呢 关税都拿出来了 中国的话这次调告之后 它剩下的几乎已经没有 可以再刻的产品了 那双方还要开什么战 现在不叫全面开战吗 我各位报告 还没有 大家手里面还有武器 怎么说呢 比如说中国的话 有人说它是世界上面持有最多美国债券的 如果拿出来的话 在市场上抛售造成美国的金融市场动荡 各位那叫核子弹了 但是呢那叫做七分商人三分商几 为什么 它可能还没卖完的话 那结果美债跌得鼻青减肿 结果中国自己手上还一大堆啊 所以这种几率也不高 那么另外呢 还是修理双方 修理自己境内的对方的企业 但是你同样也会影响到你的 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劳工的权益 跟产品的销售 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 中国可能会把它的稀土限制出口 各位知道稀土 它做这个电池啦 或者甚至于一些半导体的话 都是必备的一个元素之一 所以我们讲说有没有可能 其实后面飞观版的话 还有武器还没有拿出来 只是说呢 这个几率的话是很低 毕竟呢 川普虽然强硬 但是各位知道 2020年的话 美国要总统大选 所以当民主党出现像拜登这样的人物 来做强力挑战的时候呢 川普他必须要能够先把海外的战场 清理下来的话 再来决定 再来对他国内的选举的话 然后他就全力以赴 所以可能在今年之内 美中贸易战不排除会有结果 好我们看一下一张投影片 关键时间点在哪里呢 在这里咯 6月28号 为什么6月28号 因为白宫已经证实了 6月28号 6月29号的话呢 将会进行川喜会 而这一次的G20 就是G20个国家的峰会 高峰会议的话呢 是在日本的大阪所举行的 那么去年的11月30号的时候呢 是在阿根廷举行 川喜会的话 造成了我们去年底到今年初的 全球股市的强劲的反弹 那么如果6月底 这一次的会议 能够对下半年的股市的话 让下半年的股市吃一下 一颗定心丸 那这样帮助就很大了 当然会不会真的如此的话呢 我们会在这里继续来 为各位朋友追踪 投资的话是这样啦 各种因素都会影响 但是我们找出最重要的方向 同时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那就能够增加自己投资胜利的报酬率了 谢谢您的收看 祝各位投资朋友投资顺利 谢谢